睡觉时总在凌晨三,四点醒来,再三提醒,或是暗示五大疾病,别忽视,医生,快给我检查检查,我好像的肝癌了。 问诊室里,张大爷忧心忡忡说道,我还没做检查呢,你怎么就知道得了肝癌? 医生一脸疑惑道,我最近半夜总是醒来,网上说这是得了肝癌,我立马就来医院检查了,张大爷满脸愁容。 网上说这三个字,或许是医务工作者最怕听见的三个字了,医生无奈,只好给张大爷安排上甲胎蛋白等一系列检查,最后结果很正常,这可把张大爷搞迷糊了,为什么这和网上说的不一样呢? 在仔细了解张大爷的情况过后,医生建议张大爷到睡眠障碍科检查检查,一,半夜总醒来是肝癌的警报。 生活中,有很多人晚上睡觉总会半梦半醒,一旦有动静就会立刻清醒,在床上翻来覆去,怎么也睡不住。 在中医看来,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肝火旺盛引起的,肝火旺盛会影响肝脏表面的植物神经,导致我们晚上经常失眠,入睡困难,甚至在半夜经常醒来。 很多人可能会在凌晨一到三点钟,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医师胡维永还指出,肝火旺盛会导致脑怒情绪表现为烦躁易怒,口干舌燥,大便肝裂等症状。 但肝火旺盛并不等于肝癌,一般来说,早期肝癌通常没有明显症状,这种说法可能是参考中医的经络理论,认为夜间一到三时段属于肝经,然而,影响睡眠的因素众多。 夜间醒来是否与肝癌有关,目前还缺乏科学依据,在对待健康问题时,最好依据科学研究和医学专业意见。 二,总在凌晨三,四点醒来,或是五个原因,通常情况下,深度睡眠时间约占总睡眠时长的四分之一左右,即每天需要保证大约两小时的深度睡眠,以确保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。 如果经常在凌晨三,四点醒来,并且难以再次入睡,这种情况可能并非偶然,而是五个潜在疾病的信号。 一,抑郁症。抑郁症是一种心理精神疾病,使患者长期审静在悲伤、绝望、自我怀疑和无助等负面情绪中。 临床研究发现,很多抑郁症患者最初表现为失眠和早醒。 二,心脏病。凌晨三点到五点是心脏最活跃的时间,此时心脏进行自我调节和补充氧气。 心脏功能不佳或存在心脚痛。心率失常等问题可能影响正常工作,导致睡眠中断。 三,糖尿病。糖尿病的典型表现包括多瘾。多时,多尿以及体重减轻。夜间排尿增多是高血糖患者的首发症状。 因为血糖过高时,肾脏无法重吸收过多的糖分,导致夜尿增多从而醒来。 四,慢性肺部疾病。夜晚是各器官自我修复的时段。肺部通常在半夜三到五点进行自我清洁和排废气。肺部功能不佳或患有哮喘。 支气管炎等疾病可能导致肺气虚弱,进而引起睡眠中断。 五,肾脏疾病。肾脏是维持水平衡,排出肺物的重要器官。 三,肾脏疾病患者由于肾脏功能受损,亦出现尿贫、尿疾、夜尿等症状,进而影响睡眠质量,甚至在凌晨醒来。 三,想要睡个好觉,试试这三个办法。 睡眠对于健康至关重要。 江苏省中医院脑病中心的李如英主任医师提醒,长期严重的失眠可能对患者的躯体。 心理、生活和工作等方面造成负面影响,甚至可能导致恶性意外事故。 失眠具有慢性、复发性或持续性的倾向。 一旦发生,应该积极进行治疗。 早期干预可以有效防止短期失眠演变为慢性失眠。 因此,短期、偶发的睡眠问题可以通过自我调整来解决。 但是长期、频繁、持续的失眠,一旦达到失眠障碍的诊断标准,依靠自己的调整可能不再足够。 在这种情况下,最好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。 日常生活中想要应对失眠问题,可以先尝试以下三个方法。 一、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。 傍晚避免饮酒、咖啡、晚饭后不宜过饱或过饿。 避免大量饮水以减少夜间尿频。 床上避免做与睡眠无关的事情,例如使用手机等。 控制午睡时长在30分钟左右。 尽量避免在下午2点后再进行睡眠。 二、减少卧室内的时间感。 将闹钟放在床下或转移位置,尽量不在夜间看到它。 避免在失眠时反复查看时间,以免引起挫败感、烦躁感和紧张担忧。 这些情绪可能反过来干扰睡眠。 三、调节自身的生物节律。 保持规律的体育锻炼,增加白天接受太阳光的机会。 进行有氧运动,如快走、慢跑、游泳、爬山等。 但在睡前两小时内避免剧烈运动。 在相对固定的时间睡觉、起床。 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。 但是如果持续失眠,难以好转,最好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。 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。 制定合适的女性。 感谢观看